下面有一位台湾同学提的问题 他说在网络上有某发誓自称 说网生护照已经请到了 临命中时能绝对保证网生 说脸背云一套 许多人听信其言 请问我们应该如何劝导这些受骗的浮游回头 你自己念佛重要 别人上当不重要 为什么呢 上当的人跟欺骗人的人过有因果报应 这些事情也要我管 不用我们管 我们少管他的事情 所以要把这些事情放下 有缘分的人 如果是你的朋友 亲戚 他们碰到这个事情 你就告诉他这是假的 哪有这种便宜事情 实在讲 网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太难得了 这个护照两百块钱 确定是假的 如果说是两百万 大概是真的 如果两千万 这个恐怕是更是真的 只有两百块钱 极乐世界都太便宜了 哪有这种事情 你们想想看 如果我要是开价钱 卖这个事 我一定卖两千万 有个护照 骗人的 这个诸位 学佛的同学 稍稍明白一点 佛法的道理 你就能懂 现在骗书啊 是层出不穷 太多太多了 防不胜防 可是你要是知道 认识了 你就不受他的伤害了 古人讲 见怪不怪 奇怪自败 同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了解 认识清楚 老实念乎 王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凭护照去的 自古以来 哪一个念佛王生的人 是拿到护照去的 没有啊 再告诉诸位 归一阵都没有用啊 我们归一了 受戒了 那个归一阵 那个戒谍 是我们人见人承认 佛菩萨未必承认 归一神也不相信 真正往生呢 是你的心亲近的 经上讲得很清楚啊 心近在佛土境啊 那个地方是净土啊 凡是去往生的人 都是心亲近 心不亲近的人 不能去 心不亲近的人 到那个地方 不就是人无了 净土了吗 阿弥陀佛是何等的智慧 防范很严 只要你心地不亲近 决定不介意你往生 他会等待 他很慈悲 等待你再学 什么时候学到心亲近了 他一定就来介意 这个才叫大慈大悲啊 我们与阿弥陀佛 统统有缘 为什么呢 听过一声阿弥陀佛名号 就有缘 啊 见到阿弥陀佛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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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象啊 啊 见到佛像 那就有缘 啊 什么时候能往生的 阿弥陀佛很着急 希望你快来 啊 但是怎么样 但是你心亲近 你可不能到极乐世界 把极乐世界染无了 啊 那时 佛不欢迎 极乐世界的大众也不欢迎 啊 所以你说你什么时候往生啊 什么时候心亲近了 什么时候往生 这个道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 啊 所以我们现在学亲近一些 学亲近一些什么 万云方向 啊 思可以做 不能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就是这样 啊 思做好了 做不好了 这个无所谓 啊 心亲近 啊 那个做不好了 妨碍也不大 啊 就怕的是啊 你自己的心不亲近 心不亲近做好了 也不能往生 为什么呢 远无 这个道理要懂 你成就许许多多人往生 到极乐世界做佛了 你还是不能去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是你心不亲近 只需要你心一亲近 啊 那些往生成佛的人 统统跟着阿弥陀佛来 一同借予你 佛法有理在啊 不是无理啊 阿 尼 佛 佛 阿 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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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阿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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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